像水落石出的一天 那今天呢 雨萱带我们来看到的是 柯文哲任内留下的三大弊 我们昨天跟大家追的是北市科 今天扶上台面的是金华城 所有的人都在问 到底柯文哲你柯市府任内 有没有对金华城重放 只讲一件事 他在改建过程当中的容积率 560%如何变到840% 在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 要不要说清楚来讲明白呢 这是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 游署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说是你柯文哲重放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到的是 今天在各大报 金华城刊出了这个全版的 这个广告 说什么 金华城被霸凌37年 他罗列了八大被霸凌的理由 然后重点是他说 如果你们都觉得 560%变840%的过程 有重放的话 欢迎举报到检调去 让检调来查 看起来金华城底气也是够的 我们只问柯文哲 你是怎么样做出这个决策 俊阳哥如果说 有能耐可以发表五大报 甚至召开记者会 甚至跟柯文哲恨称一气 讲出同样一套话的人 这个叫做被霸凌 那坦白讲 我好想被霸凌 因为如果被霸凌 可以赚到上百亿的金额 那请霸凌我吧 赶快俊阳哥霸凌我 这开我什么玩笑 哪一个被霸凌的人 可以用五大报这个版面 而且你给各大报的预算是多少 你要不要讲出来一下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来一一的细数扒书 到底金华城这37年来 我们讲他的前世今生 是被霸凌还是极万宠碍鱼一身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各位 我们先直接从数字来看 在1991年原本金华城的农积率 是392% 而且理由很简单 他那时候叫做工三 工业区 各位这样听得到听得到 到了2021年的时候 变成了840这个翻倍 等于是到底怎么来的 现在大家在问这个问题嘛 所以柯文哲讲不清楚 我来帮大家讲清楚 392第一个 怎么变成560 因为他进行了地幕变更 结果没有想到 后来要选举之后 连续两次增加 那为什么连续两次增加 因为跟各位报告 分别是他先独创 我跟各位讲这是独创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 从来没有这个规范 他说自己农积奖率 然后提了4点什么钻石级的 然后什么一大堆理由 但我们跟各位讲 开创首例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这种农居 奖励项目 各位啊 你如果有在关心都市计划就知道 台北市的容积奖率项目 它必须要按照相关的法规 也就是说 我规定有哪几项 你要照游戏规则来 好我就问 今天如果金华城 想发射法再发射上 我努力的要跟市府 要到更多的容积率 对啊 我商人我一定会这么做 问题是 就算我金华城 我去自创了一个 所谓的容积奖励的理由 我呈上去 台北市政府你可以不要准啊 对所以这个重点来了 2021年的时候 到底是谁转这个公文 那大家不用讲了嘛 就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分别做了两件事情 让他从506变840 第一个就我们在讲这个 帮他创造了四项 金华城自己报的容积奖率 给他了20% 然后所以增加到了728嘛 然后随后呢 又让他让 从另外一块地 把容积转移到 这个房子上 先生你知道这个离谱在哪里吗 在哪里 如果这个行得通哦 如果柯文哲这样行得通 那我跟你讲 我去文山啊 我去什么卢州啦 这边全面去买一块地 对不对 然后我说我要转移 然后在信仪就要去转移 你觉得这样合不合理 一坪转移一坪 当然不合理啊 对嘛 哪可以这样转嘛 如果可以这样转 所有的建商都这样干 大家都去偏乡地带 买一大堆地之后 全部都转移到金华地区 所以行不通嘛 这不是一个理由 所以当年才会被挡下来嘛 但不好意思 柯文哲分别放了这两次之后 最后你才看到从392涨到840% 好 再来我要请导播 我们来带这一张 这一张表格 今天好好来琢磨一下 为什么画一个蓝色通通杠掉呢 我就问 今天如果台北市政府科市府 你真的有这个胸膛去 准了这个所谓的 各式各样的荣金奖励 准给了金华城 我也认了 但问题是 为什么从头到尾 你的人都缺席 在最重要的决策会议上 你不敢背书吗 对没有说 就要跟你讲到问题的核心 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流程 来比如说第一个流程 让他变成560 请问一下谁拍板订案的 当然是柯文哲 当然也会记录啊 请问一下后续 谁给他连续两次农机奖励 包括一次移转的 也是柯文哲啊 结果我们看到 柯文哲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来喔 台北市都市计划土地使用 开发许可审议委员会的 委员会会议地602次 结果你发现一件事情 一大堆委员 其中过半都是什么 台北市政府的高官 结果这些台北市政府的委员 官方的委员 竟然有7成5 不敢出席 只有2成5的人出席 换言之 他们为什么不出席 因为理由很简单嘛 当在讨论到 农机率的关键会议的时候 这些委员 是不是因为 害怕自己做记录 害怕自己留下伏笔 到时候会被追杀 会被清算 所以索性干脆 我不负责 我不背书 通通都不签 好 委员我们今天看到了各大报 金华城的全版的广告 他们自清 然后也讲了哦 有问题移送检掉 看起来底气十足啊 好 现在不管是金华城 或是柯市府 或者是黄珊珊 或者是柯文哲本人 一直讲说有问题都送检掉 不用急 真的有可能送检掉 现在目前市政府政风处正在查 市议会正好有一个调查小组也要查 观众朋友我们早就告诉你了 三大案 柯文哲惹麻烦 中华民国事务最推定 所以目前看不出 到底会不会一定有问题 但是很明显的瑕疵 跟那个question mark就放在那边嘛 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北市科 台志光 金华城 北市科 台志光 金华城嘛 那金华城这一块 很简单 我就用这个数字跟大家讲 大家懂了 对不对 好龙并时期的时候呢 它的容积率 金华城 金华城有金华城的说明 他们认为说 我们这块用地本来就应该有560 可是问题是 好龙斌他有他的想法 他说不到560 所以他每次去争取 六年争取了以后都没有给他嘛 所以好市府根本没有任何图利 这个金华城的可能性 因为我是没有同意你的 那你的容积率 560 好那你说你应该560 俊阳哥那很简单 我讲这个观众朋友听得懂 那你既然说你是560 为什么最后840 你说你这块就是第三 第三类用地就是560 那为什么最后是840 那840是谁核定的 就柯文哲市长 所以现在柯文哲只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给金华城840 还突破101的天气 超过你刚刚自己讲的标准 我们没有当事 我们不是当时在开会的人 是否要出来跟大家讲 这其一 其二 他的那个给荣金率840 那个会议当中 15个人要开 12个人要开会 他只有几个人出席 5个人出席而已 那其他人会怎么回避 所以这些东西就跟我之前 跟大家讲的北市客一样 我都不会在我们节目当中 跟你断定说 我跟你讲谁一定有问题 但是在看起来 人家提出质疑的时候 其实我就讲了 包含柯文哲跟他的团队 不用针对那些志伟末节 在跟譬如说游书会 或是跟蒋万安圈那边吵嘴 没有意义 因为你只要 一锤定音的把证据拿出来 就我刚刚问的 就这个简单 你既然金华城认为是560容积率 你提到840的理由时间地点 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个 开会的委员 他临时缺席 他没有来参加 他不想背书 为什么 跟大家讲清楚 这个事情就算过关 董哥 金华城是民进党主打的 结果选后呢 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陈从文 被收押了 民众党建立欣喜 开始打国民党 讲完安 你这个就有问题 对不对 那打一打 后来发现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他讲有问题 讲到谁 讲到郝龙斌嘛 郝龙斌那时候的秘书就是游书会 游书会对这个案子最清楚的 陈从文其实跟柯文哲更麻吉 2011 18年 柯文哲竞选连任的时候 那时候国民党提兵丁所忠 民进党是姚文志 你知道陈从文找谁帮他站台吗 找柯文哲不找丁所忠啊 他们就是比他妈吉了嘛 那你今天打了以后 游书会就忍不住了 游书会出来讲 游书会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 因为柯文哲故意隐瞒 我们的台志光案是一个BOT案 BOT25年是很短的 我们的譬如说101我们跟厂商的BOT连线是70年啊 你柯文哲故意隐瞒这个嘛 那厂商去铺了很多路线 光工程就要做四五年了 你没有给他25年 他哪来利润啊 对不对 没有人要做嘛 就会有这样 所以有时候会倒打他一把说 你那个北四哥才有问题 你给星光 星光吴欣宁就是你的政治搭档 就是你民众党的 所以大家才去爬书 出来发现 哎呀原来这个案子 所以有人就跑去问李四川 工程专业不用讲 李四川 他没有评论很多 他这个案子给人家就是大小眼 对大小眼 大家讲什么个大小眼 两边一比较 金仁宝 金仁宝的许盛雄董事长 是海基会代理董事长 他在国内是领袖的企业 他很懂得科技 结果他还要弄一些报告 然后呢台新 台新人寿他不用 他不是这个专业 他反而不用 那你今天 所以那种大小眼 给人家看的太明显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好三个党各有一个案子 对不对 北四哥可以讲国民党答的 台志光是民众党答的 然后金华城是民进党答的 这三个案子 柯文哲投不了身 什么叫用刀叉吃人肉 柯文哲过去都在形容别人 然后每天要讲别人 垃圾不分然力 没有 我看白的垃圾好像还比较明显一点 好 敬平 所以文工 北四哥 看到了金华城 就是难过关 你怎么看 所以当这个 不管是金华城 当时在调查的时候 呃 林周明算是以前柯P用过的都法局局长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李四川 他现在是蒋万安的这个副手 他们去跟监察院 呃这个做约讯的时候呢 也提供相关的资料 而且也两个人也都说啊 这个案子 这样做是不对的 有问题 然后李四川也说 如果是我不会这样子处理事情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光是你看那个整条 蓝线划下来的那些这个委员 没有出息你就知道 75%的这个委员 我问过台北市跟桃园市的 还有新北市这三个 三都哦 六都里面三都的都法 相关的这个审议委员会的委员 还有都法局的局长官员 我都问过 像这种重大的会议要不要去 要 一定要 你要去把关啊 请假 不行 一定要有人在那边 局长真的有公务 你有要公务 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生病还是住院干嘛 副局长一定要在那边 那你告诉我 今天这个控牌 控一整栏 什么意思 这就是准备 这个浑水摸鱼 然后让这个 让这个案子不要受到刁难 就这样轻轻松松 轻轻松松 这个5566就过去了 然后等到N年后的此刻 我们在追究这件事的时候 他这里没有落款啊 他不用背书 他也不用负责啊 你要看每一次的 这个双北 还有这个北北桃的这种 都法都省会议都法会议 都很很很慎重其事的 邀请外聘委员专家学者这样 然后这样子整个开会 很玩意要做会议记录 然后我们议员都要看 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竟然还可以做成会议记录啊 我真的觉得华天下是大机耶 这简直是在开玩笑 闹那个玩小儿科啊 这么重大的 尤其是你的这个 龙几率是三级跳耶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不要说这个台北啊 放眼全国各县市 我从来没见过 从392到560再到800市 然后可以讲说 哎呀 因为我有捐出去那个 藕系藕馆 那个旁边 在金华城旁边 然后当时这个 好师傅没有把我算进去啊 所以我要去监察院怎么样 我告诉大家啦 很简单的 你要换龙几率 你本来就是要捐周边的地 但是龙几率也不可能 让你从这个 392又到了560 然后560之后 你又再可以说我还有猜在差20%的奖励到800市 到560已经很了不起天花板 所以我认为这个简直是典型的 得了便宜还卖乖 然后那个市政府呢通过给他这个案子呢 简直是打混摸鱼在这个让人家这样子过关了 然后一推256 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你检调怎么样查查查查 我觉得这个叫做不负责任 那以后都可以这样搞的话 那是不是每个厂商 每个这个都发局啊 龙几率就这样轻轻松 换这么多的这个评数 可以赚400亿 那大家都这样搞啊 你不要以为说人家抓不到 你后面有什么官商勾结 还是背后的牟利 但是光是这个事情 大家听起来 就觉得有 有爱社会观感嘛 然后整个事情 让大家觉得很扯嘛 采薇 我就问啊 今天金华城这个各大报的广告 我当然理解 他当然要为自己自侵 为自己捍卫 我是清白的 不然你们告到检调去 检调也会还我清白 其一 第二 现在外面有一个声音在怀疑说 今天各大报的这个大动作 是不是在帮柯文哲 把他从北市科的你闹你抢救出来 转移目标 最后我就问 金华城这一题 柯文哲有比较好过关吗 我觉得两题都没有什么 所谓过关的问题 如果有过关的问题的话 为什么都直到现在 台北市议会 还要来组成两个调查小组 这两个调查小组 我都有去参加 但是因为 我们制播的现在当下 还没有抽签 所以我还不知道 我们抽不抽得到 但是我跟大家说 因为问题太多了 所以大家想要去抽签的 这个踊跃度非常非常高 里面问题非常多 我首先先说金华城 我也不懂为什么金华城 今天这么这么有种 还敢出来说召开记者会说 大家有问题的话 那就去告上检调吧 其实我真的觉得不用金华城 这样子讲 因为接下来 其实包含市议会啊等等的 我们只要调查 一有结果出来 也真的不用 大家有问题的去告 我们直接就会去告发 所以这是指日可待 而且金华城这一个东西 其实监察院早就都已经打脸了啊 监察院早就都已经发函出来 就是你有疏失 而且是有为 原本我们台北市政府定出的 荣基奖励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说他已经认定 这个你柯文哲就是有疏失了 有违反比例的一个疏失 那请问为什么金华城 柯文哲到现在都不认呢 难道你是不认同 这个监察院说你有疏失吗 所以这个金华城有疏失 已经是真真切切真实的事情了 那再说到北市科 北市科其实连专业的李四川 都告诉你问题在哪边了 那是大小眼吗 为什么短短一年的时间 我的权利金就可以相差61% 三块都是相连在一起的土地哦 但是其中两块 去年卖的比较贵 那之后卖的权利金比较便宜 这不就很奇怪了吗 才过一年的时间 权利金就差了61% 差非常非常的多 这不是大小眼 那请问是什么 更别说之后的这个财团 还是跟你柯文哲有密切关系 跟你民众团有密切关系 所以我觉得两个案 你从这方面来看起来 柯文哲都脱不了关系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哦 真的不要再去帮自己开脱 因为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今天这个案子 其实发生在郝龙斌市府时代 柯文哲是不是每天早上堵麦 说这个案子有问题 这个案子一定是弊案等等的 你看看现在的奖案 对他多温柔啊 反正就是调查 有市政有事情的时候 有一些相关证据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大家看柯文哲 要怎么去面对法官的一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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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